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号召38位勇士组成的单车车队 12月19号从台北出发 预计以15天骑1400公里环台为急难家庭募款 12月24号早上搭船前往绿岛 自证食物包给岛上食户的弱势家庭之后 下午搭船回到富岗渔港 那夜难15号就是我们1915银行 我们经历从2014年开始在绿岛这边提供服务 只是接着又碰到19的爱走动一个环台车队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可以关怀这10个家庭 他们有个过节的气氛 圣诞节平安的气氛 特别是今天是平安夜 所以我们就安排我们环台的选手 特地就要坐船搭船到绿岛去看这10个家庭 也送食物包给他们 祝他们圣诞快乐 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与台东县政府合作 每两个月会发给若氏家庭一份食物包 发售时间都固定在单数的月份 因为环台车队到台东 协会安排在平安夜关怀绿岛的若氏居民 呼吁社会大众寒冬受暖 黄契海采访摄影